谢谢路透社这位记者的提问 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月度间虽有波动 但总体延续了恢复发展的态势 随着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的扎实推进 随着稳经济一揽着政策持续的发力 接续政策果断的推出 我国经济生活当中 工业 服务业 投资 消费等主要的经济指标 都在不断的恢复 整体保持了恢复发展态势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 三季度经济明显回升 从全球范围看 中国经济的表现也依然突出 我们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大家都能看到商品价格的这种实际情况 与全球通胀高企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的就业形势 总体是稳定的 我国呢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外汇储备呢 保持在三万亿美元以上 等等等等 从多个经济指标来 加总来看 我国呢 经济的表现呢 依然是突出的 你们俩最后能复得到 我们俩 immersive 我们俩回忆асс 我们俩回忆吧 正好 希望美医院 我们俩回忆 原因 我们俩回忆 我们俩回忆 不 Joel 对比 好的 感谢观看